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强调结束 那么作为医生 对王华的肾移植 导致了爆发性的肝炎 在这个诊治上 你有什么答案 本人是心脏外科医生 在美国从事的是全外科工作 所以对肾移植的程序比较了解 这里肾移植的案例 因为病人本人是二次移植 所以病人的身体状况 育后肯定不如第一次的效果好 这一点相信家属很清楚 病人在术后第三天 曾出现肠羹组并发症 虽然经过抢救 但身体状况和各方面的指标 已经明显受到损害 最后的爆发性肝炎 严格地说应该是爆发性多器官衰竭 就是说 各个器官在这个时候 已经处在严重的衰竭状态 就看发作在哪个器官上 这是由病人的自身体之决定 也是移植前的身体状况决定的 所以当爆发时 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 你是说我儿子身体不好 那你们知道他这样 为什么还要给他做移植啊 让我们花那么多的钱 既然你已经解释这么清楚 既然已经知道 病人的身体状况这么糟糕 为什么还要进行第二次移植 这里面是不是存在着过度医疗 医院是不是借机多收费 请你回答 关于第二次移植的必要性 我想五明讯五院长在术前 一定对你做个详细的说明 一般来说 医生决定是不是做二次移植 或者决定是不是要冒点险 第一 要看疾病的情况 第二 要看病人的情况 王患的情况是 他很年轻 只有二十岁 是个大学生 是家庭的精神支柱 医生很清楚在这个情况下 一定会尽力去治疗 还有他的病 移植是最好的治疗方法 当然前提是成功 但显然 这个治疗 是失败的 但治疗结果的失败 不代表治疗方法的失败 医生是希望在成功的情况下 能让孩子多活几年 手术失败的可能性当然有 但我们不能因为有失败的风险 就不选择手术 这是医生的一般思路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 吴明逊的治疗方案并没有错 你说了半天 我儿子就白死了 不能这么说 不过孩子没有挺过手术后的反应剂 这是事实 钟主任 我知道 你们医生说话 当然得向着你们医生了 我可是听说 仁华的人上上下下 都说你钟主任是个好大夫 怎么你也这么说话呀 怎么你也这么说话呀 原告律师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 沈班长 我来说几句吧 我和武明逊 其实是高中同学 只不过在这之前的很多年 我们都没有联系 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打医疗官司 当我因为带了姚淑云的案子 到医院找到武明逊的时候 他表现出巨大的震撼和不满 我明白了 这是对他的伤害 我能理解 因为他觉得 我们从前是同学 我们的关系不应该是对立的 也根本不应该 以这样的身份见面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我也没有妥协过 这之所以我带领王寬的案子 原因之一 是因为作为病人 在所有的医疗治疗过程当中 他始终是处于一个被动的地步 无论是治疗 手术 检查 一切都是由医生来决定的 而作为病人 他根本就是不懂 而现在往往有很多的医生 对病人是不太负责任 在这个社会上 应该让弱者的声音处理 这就是我的信仰所在 也是我坚持到现在的利率 董主任 你作为医疗方 我们作为病人方 你们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来解释 你们自己的心 我们也挑不出任何方式 站中医生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是一个好大夫 你是一个技术精湛 有良知的好大夫 我只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告诉我实话 做一个保证 在王桓的死上 医院和武明逊 到底有没有责任 我想这也是王桓的父母 真正想知道的东西 看意 原告律师提问超出范围 好 好 好 我愿意回答你的问题 王桓的父母 一直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一直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好好的一个孩子 送进了医院 越知越差 不断地强求 孩子 却死了 我愿意尽我的所能去解释 王桓妈妈 请你一定要相信 我们做医生的心情 跟你们一样的难过 甚至更难过 为什么 因为我们作为医生 作为一群保卫生命的人 我们却救不了我们自己的病人 那种无力感 真的是令人感到很绝望 为什么要替这个孩子治病 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挽救他的生命 为什么明明知道有死亡可能的情况下依然不断坚持不惜一切代价地救他 为什么明明他父母已经没有能力支付高我的医药费的时候 我们仍然坚持救 坚持治 那是因为我们是医生 我们是医生 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救人 且 并不是最重要的 只要人在 总能想出办法 我们知道王欢的情况 也知道他的家庭已经没有能力支付这么高往的费用 但是 当生命受到考验的时候 我可以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些 都不再重要 我们绝对不会因为医疗以外的原因去救人 更不会因为多收费而去救人 任何一个医生 在生死面前 任何一个医生都不会动歪脑筋 否则他就不配当个医生 王欢妈妈 我知道你 你的内心其实是相信吴明轩的 只不过你受不了王欢死去的现实 在来之前 吴院长曾经跟吴门专门叛过 他不是怕出庭 而是他不想在法庭上与你们面对 因为他觉得 这样的见面对双方来说 都非常残忍 别说那没用的 他不敢面对我们 就是对不起我们 好 的确 吴院长也觉得很自责 他觉得跟你们沟通的不够 但是作为我个人 我真的不愿意再见到你们生活在 猜忌 仇恨 和埋怨里面 让自己痛苦 让自己痛苦 我见过王欢 我参加过抢救 他是个可爱的优秀的男孩子 我相信如果他还活着 他真的不想看到你们活在痛苦里 其实从开始到现在 我 吴院长 和我们所有的人 从心里面 都完全理解你的心情 你也用不着装好人 我就是不能接受 好好一个孩子 为什么做了手术 他就死了 这个世界上 是具新人的 不是只有你一个 没有人杀死你的孩子 是疾病 是病魔 而医生 是站在人类生命的前沿 去拯救生命 与疾病搏斗的人 你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一个医生 实现他自己病人的痛苦 因为我们无能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拯救生命 我请你相信我们 每一个医生 和你们所有家属的心情 是完全一样的 一样的 没区别的 你知道吗 一样的 代理人 请注意情绪 法官先生 请你给我一点时间 允许我教一个 关于我的故事 万华妈妈 刘律师 你们知不知道我 为什么回国当医生 是因为我妹妹 在美国出了车祸 死了 圣诞前夜 她 三十五岁 刚刚拿到博士学位 找到一份 非常好的工作 跟她的未婚夫 一起从外出 搬来 准备跟我一起出 我 在北卡罗雷娜 最好的外科医院 做医生 我的父母都过时了 我就这么一个妹妹 我们两个人 相依为名 我们有好的房子 好的收入 拥有幸福的一切 但是 她却出了车祸 共有七八个医生 和我一起讲究 我想起了所有的办法 阿贵先生 阿贵先生 却没有办法把她救我 她是我的妹妹 我怎么能不想救她 可是她 她就是死了 而且 就在她死后不到一个小时 她的心脏 被医治给了一位 已经患过一次心脏的 七十岁的病人身上 她曾经拒绝再次医治 因为她怕疼 因为她不喜欢手术 但是 在她的家属恳求之下 我们违背了她本人的医院 给她换上了 我妹妹的心脏 是我 亲手换的 但是后来 病人的女儿来到医院 要告我 要告我违背了她母亲的意愿 那 那她也太没良心了吧 人家是为了救她呀 和我妈 你 你什么都明白 我求求你 求你不要再闹了 我求求你了 我 死 可是我这一辈子 我朗朗是说我本本纷纷 我没看过一件缺德事 死 为什么是我们家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儿子 我 我 我天天天愿 我 天天愿 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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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吓死我了 我妈 可吓死我了 没事 睡觉有点高 观察一下 我妈 我跟长来看咱们来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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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啊 血压有点高 被她激动了 现在你在医院里 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随时帮助你 谢谢 医药费的事情 因为别太高级了 我们考虑尽量的减免 院里也正在研究 别为这件事情太高级上祸 好吧 没有 我知道 你们为了王欢的病 已经竭尽全力了 我也是刚刚做父亲 到现在我终于理解 你们一直说的一句话 王宽是你们全部的希望 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 非常理解 好好在这儿休息休息 没有问题的 李强 谢谢你 今天我才知道 没想到你心里承受了这么多 为了我 我知道你这么做 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不 这些话我早就想说了 这些都是一直压在我心里 的话 现在说出来 我也轻松多了 其实我心态一直不好 我回来工作 心里有疙瘩的 我妹妹的死 Lucy家属的态度 让我对这个职业产生了怀疑 也有了厌倦 但是现在说出来了 真的轻松多了 真的轻松多了 有律师 李强 今天中大夫在法庭上的那段话 让我很震度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我的感受 我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已经说过的一下话 李强 李强 刚才王王的父母跟我说 他们已经决定 撤锁 官司不打了 撤锁 这是王王妈妈亲口跟我说的 她说 她心里一直很清楚她在做什么 中大夫的话也让她感到很震度 她好像是做了一个噩梦 今天行吗 他们这是行吗 那些医药费 我们都换一换 他们回家 谢谢大家 杀罗 吴院长 卫生局有两位领导在里面等您 你们好 我是吴明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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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院长 我们是代表卫生局干部处 来传达一个任命 您作为仁华医院院长的任命 已经通过 这是任命通知 刚才打电话 什么事 我的院长就没下来了 恭喜你 应该是恭喜我的 我先进去了 来 我让下班等我回去 我给你做好吃的 下班 瞧瞧瞧这都乱成什么样的 成垃圾堆了这都 咱们这是一超市 是一文明的地方 干净的地方 早就跟你们说过了 我可不用的东西放回原处 这么哪回还干不好啊 武院长 怎么是您呢 哪阵风把您给挂来了 你这是 这是我的超市长 连锁的 这这这 这都是我的 来来来 快快快 把这些吃的喝的 给武院长多抓 不用 这不正赶上了吗 抓 你现在有时间吗 聊聊 跟我 有时间有时间 要不咱们去我的办公室 好 好 请 过来 今天手术做得不错 谢谢公主 我先走了 快去吧 顾磊 钟大夫呢 换鞋呢 钟主任 您有封快递 我帮您收了 谢谢 我一直想跟你谈谈 你父亲的事情 我一直觉得心里很内疚 我们被人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 伤害了你的感情 我明白 我都明白 吴院长 我不记恨你 也不怪医院 只怪我老夫妻 没那好福气 不管怎么说 除了在法律上和道义上没有责任之外 我更希望我们不要因此而结怨 我早就说过 您是个好人 您不容易 我让我得谢谢您 我也谢谢您 今天 我接到了任命 要当院长 这一刻我突然觉得 我对不起很多人 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跟我说这些 吴院长 我知道 你们不容易 太不容易了 我的亲爱的医生 请问很多人 我终于找到你的名字 我不肯定你能够收到这个名字 所以我只是写一下 你能够收到这个名字 过去年 你都被离开 我们都很想念你 我现在知道 你已经很累了 但你不只是离开我们 我认为 你也认为 你做得很好的工作 所以 我认为 你记得 Lucy 你记得 Lucy 她完全回复了 她的女儿 她现在知道 她的女儿 她现在知道 她的女儿 她很羡慕 她很久 她遇到她的网络 她遇到我们的医院 她在医院 她看了很多 每个名字 她看了 当然 我永连说一句 我会不会说一句 我会不过你的名字 我会继续 一张照片 她和她的女儿 让你能看到 你们能够看 她看得到 我会想让你知道 我认为艾森是做得非常好 雨晴,美国那边怎么样了? 那你想怎么办?回去吗? 那你想怎么办?回去吗? 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da人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各方面都有炖的会论 doesn't see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have gone before Dr. John Dr. John! Everyone, Dr. John is back Dr. John is back Hey, Dr. John! Dr. John! Dr. John is back Come on! Go on! 好,好棒 Dr.中,你最好的禮物是最好的禮物 我是嗎? 是的,你真是的 是的,是的,大家 等一下 Dr.中, Lucy的嫁 她決定下了解決法 And she's given $300,000 to a fund for traffic victims And it's called the Icing Fund She even knows her name I miss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Mr Cheung, Lucy and her daughter would like to meet you What do you think? Not necessary I don't want to set up a relationship beyond the doctor and patient Life, calmness, is more attractive than a drama Okay I understand I'll inform them I know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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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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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了吧 要不要喝 来 要不要 一代 我回来了 你看看谁回来了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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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爸爸给你带了个风车回来 这是爸爸从哪弄来的呀 严老师带人去买新大楼彩带 给孩子带了一个 是吧 严老师什么时候学会慈祥了 我还纳闷了 怎么样 钟离星找到了吗 没有啊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她都不接 一秒也不回 你再打呀 对了 这两位有时差 你要不然早上打 要不然晚上打 现在正好是早上 让我再打个试试 你再打个试试 好 来 来 来 我们要去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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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她都搬家了 那你就在往她医院打一下吗 你怎么从天而降 我刚才还在打电话找你呢 我能进来吗 我能进来吗 快进来 义丹 你看 立行 你这个坏家伙 再找不着你 我们就要打911了 你打911警察也找不着我 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饿死了 你想吃什么 面条呗 我来我来 立行 你回来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 我回来了 不走了 你决定了 不走了 我要看看孩子去 我要看看孩子去 你好 你好 我的小美女 你认识我吗 我是你的好叔叔 喂 明逊 明天新的实习生要到医院报到 我让丁海和罗雪英他们带领宣誓 你就早点到医院吧 好 我知道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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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好叔叔 我尊重地保证自己要奉献一切为人类服务 我将要给我的市场应有的重新及感慨 我将要挺我的良心和尊严同事医院 令人的健康应为我的首要护脸 我将要尊重所寄托给我的秘密 我将要尽我的力量 维护医院的荣誉和高尚的传统 我的统业已视为我的圣族 我将不容许有任何宗教 国籍 宗族 证件或地位的考虑 藉于我的职责和命运前 我将要尽可能维护人的生命 自从受胎时起 即使在威胁之下 我将不运用我的医学知识去违反人道 我要尊重的 自主的 并先以我的人格宣誓以上的约定 宣誓人 布兰 罗雪义 丁海 都小白 佛敬 王薇一 林丹 田辫 李牙威 兄伟男 郑天天 袁青山 翻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